我又不是聖誕老公 請問我有聖誕禮物嗎 聖誕節 歡樂的聖誕節12月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巧克力 很好吃 很好吃的巧克力 這一盒是我跟我朋友借來的 他超級喜歡吃這個來自荷蘭的巧克力 他叫做 Toni's Choc Lonely 其實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叫Lonely 就是很寂寞的巧克力 打開是這樣 來來來 快點放鬆 他的中文翻譯就真的是 Toni的寂寞巧克力 對 這個巧克力在荷蘭很有名 就是在荷蘭超市就是都可以買到 然後他很好吃 那再來就是他也是號稱就是 沒有同工奴工的 算是友善巧克力吧 雖然我覺得他的包裝 比較不是那種華麗路線 可是我覺得他很適合在聖誕節 尤其是這個 這個顏色 就是一個聖誕節的巧克力 那我們今天拿到的這一個呢 是聖誕倒數月曆 那我來打開他 而且這月曆是 只有月曆才會是 台泥的巧克力 不然他平常都是很大一般 大包的他平常是大包的 對然後我們今天要來開的 聖誕巧克力月曆 他是小包小包開你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搓搓看 來讓我的小夥伴選一個數字 你要選幾 我要選10號 10號 10號在哪 10號在下面 我有搓對嗎 有有有有 好 喔他很可愛 他就是有點像是一個小禮物的 這個 什麼牛奶巧克力嗎 milk no gate 是念no gate嗎 來他的 英文在這兒 對 這一張呢他就是中文翻譯 因為他的這個巧克力裡面 右邊有很多很像 故事的 小格子 那他其實就是每天都是一個關於 就是東尼巧克力的小知識 然後呢10號 他說通常包裝越小的 商品價值越高對吧 超高的 像是鑽石吧 小小的像是鑽石吧 我要找1號 在這裡 好這個是橘色的 喔我知道這個是海鹽 seasalt milk caramel 所以是海鹽焦糖 對 我們來看看1號的故事好了 第一顆永遠是最棒的 趕緊撕開數字1的格子 享用今年第一顆聖誕迷你 Doni巧克力吧 那我來吃他了 真的海鹽 就是裡面我覺得最好吃 最好吃 朋友大推 所以 不管牛奶或黑的都超好吃 這個 你之前送我的好像是牛奶 嗯 你送我的是一塊的 對一大塊 那我放冰 我送你這麼口味 但海鹽超好吃 好吃耶 我覺得冰果比較好吃 嗯 嗯 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不管在煮扭蛋啊 還是拆東西 我都有一點 我都有一點那個 手指的障礙 這一個是藍色的 這個是70%的黑巧克力 這個是white 所以他應該就是白巧克力 3號有一個冬尼巧克力的小知識 現在人有約156萬的非法同工 正在象牙海岸和加納的可可農場工作 這是不公平的現在就改變他吧 因為冬尼巧克力就是號稱沒有同工的巧克力 3號4號 這個是杏仁海鹽黑巧克力51% 欸你很厲害 都沒有重複欸 欸對耶 我現在抽到了 第一個 我們有抽到橘色 我現在抽到的全部都是不重複的 欸你要不要吃你最喜歡的這個 綠色 謝謝 來 進去 總共有10個口味 這個 這個就是我朋友之前送我的紅色的版本 這個就是最基本款的milk milk chocolate 這個 他平常這個是tiny版本 他平常是賣那種一整一整塊 大塊的 你要買一個大塊 對 好 5號 關於東尼的小知識你知道嗎 我們在2005年推出第一片東尼巧克力 他好年輕喔 我還以為他是什麼百年品牌 2005年推出第一片東尼巧克力 故意選用紅色包裝紙 這顏色最能傳達巧克力產業的人權警訊 我感受到警訊alert 這個意思嗎 我以為是在架上比較容易看到 對 我也以為紅色是因為看起來比較喜氣洋洋 或者是就是大家一眼會看到 而且不是有個消費心理學是說 紅色是最能引起 食欲 購物欲跟食欲的顏色 好 6號 對 這是淺藍色 對 這是淺藍色 42% Dark Milk 噔噔 是Huzzle Nut還是Hazzle Nut呢 好 東尼巧克力正在訴說關於我們的故事 不規則切割代表著巧克力產業所得分配不均的現況 你是不是每次都拿得到最大塊的巧克力呢 它是不規則分割喔 對 它會是像這個上面硬的那種 喔 就是如果是買大塊 給大家看一下東尼巧克力不規則分割 分割 這個 所以如果你買大塊的東尼巧克力 它就會是裡面的切割形狀都是 不規則的 今天的影片沒有業配 純粹愛吃 好 喔 11號有兩個 11號是什麼快樂日子 藍色跟紅色的 嚇死我了 超像桃桃 對 11、12 11號是什麼呢 這兩塊紅色區域代表象牙、海岸和加納這兩個國家 也是東尼巧克力的可可種植地 你還有在我們的巧克力上找到哪幾個國家呢 12、12字好多 蛤?12是空的 蛤?12是空的 我還以為就會這樣一路看下去 結果 很可愛 它居然是空的 這一個是空著的 但是呢 它就說 不要吃掉他們的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12號寫的啥 是時候不知聖誕樹了 今年不一定要去買 我們可以用回收紙創作成一棵聖誕樹 資源再利用是很酷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材料變成一個聖誕樹嗎 當然 我有一棵聖誕樹呢 然後這個也是每年都會擺出來的 所以它也是很環保的唷 一棵可以用終身 這個盒子 不行 你頂多只能把這邊剪下來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會喜歡這一盒 就是又可以吃還可以學英文 這中文是覆盆梅跳跳糖白巧克力 你看它長成這麼可愛的樣子 結果它是會讓你嘴臂啪哩啪的跳跳糖喔 最喜歡的14 好14它有一個重要的訊息 我們採用最善良的零奴工可可豆配方 打造最善良的巧克力 1.我們使用百分之百溯源的可可豆 2.更高的收購價格 3.培植技術優異的農民 4.長期穩定的器座 5.維持好的品質及產量 嗯 希望你們真的有做到喔 呵呵 真的不要把這個當成是口號 消費者會生氣 喔 開到了紫色的 剛剛都沒有開到 來 這個是紫色的 這個是 泰菲海鹽脆餅巧克力42% 我想吃吃看這個 它這一個吃起來 有點像是 就是外面是巧克力 然後裡面有夾一層薄薄的脆餅 它吃起來會有一點點像 餅乾 可是它的餅 沒有說很口紅 因為有一些巧克力餅乾是 外面 一層 然後裡面餅乾很多很多 它就是有點像是 兩層 它比較平均 然後我覺得它沒有到很甜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它不是那種非常 死甜的巧克力 嗯 但我覺得巧克力這種東西就是 一天可能吃個一兩片 就差不多 就是小塊的 一兩口 然後可能早上一片 晚上一片 就是它沒有辦法是一直 不斷進食的東西 對我來講 它會有點太 太多 對對對 今天是打勾勾的日子 掃描QR Code 追蹤東尼的 寂寞巧克力粉絲團 共同為百分之百 零奴工的使命 盡一份心理 讓東尼不再寂寞 所以它 是因為這樣 講隆理 所以它很隆理 原來是這 沒有人按讚嗎 沒有人按讚 好 24號 24號很大 這要給大家看一下 24號是這個 很大的 它有很多的tiny 它有兩個橘色的 兩個吧 對它有兩個 橘色的tiny 橘色的真的是很多 對 Merry Christmas 開完了 這也是我這一次 知道這麼多 東尼巧克力 的小知識 因為我一直以為 它是很老的牌子 但沒想到 它是 蠻新的一個巧克力品牌 因為有時候 在國外的超市 你會看到一些 樸實無花 包裝的東西 這個比較不樸實無花 因為有時候 會以為是他們 已經很久的 零食啊 或者是 食品之類的 但這個還蠻新的 我希望他們號稱的 像是注重他們的 農民的人權啊 然後不要用童工 這件事情是 真的有做到的 如果他們真的有做到的話 我覺得如果巧克力好吃 然後貴一點的話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們有選擇的權利 希望你們真的要做到喔 好